在民国时期的南方谷省 有一位被人尊称为九叔的一眉道长 凭借着高深的风水学和茅山道术文明相邻 当地人无论是婚丧嫁娶 乔迁天丁 都会找九叔这位茅山道士算上一挂 以屈服彼获 什么是茅山道士呢 就是指道教中茅山一派的弟子 作为中国发展的上千年的教派 道士通常都会因为作风正派 惩恶扬善而受到当地老百姓的尊敬 而九叔作为茅山一派的传人 当然不只是看看风水 涮涮涮割割 他真正的职业是抓阿飘 但凡是维护人间荼毒生灵的阿飘 九叔全都不会放过 因此即使是民国这样的乱世 九叔所在的小镇呢 那也是风调雨顺 民生和谐 不过也有一些道士云游四海 经营着其他业务 比如说九叔的师弟四目道长 他就经营着感师业务 所谓感师呢就是利用某种宗派秘法 将死去的人化为行师 实际能够自由活动 而我们中国人讲究落叶归根 所以四目道长呢 就专门负责将那些客死一乡的人 送回老家安葬 至于九叔呢 他在本地落脚了 自然不需要做感师这么辛苦的工作了 平日里有文才和秋生两个徒弟帮忙 也不算太累 以后只要没遇到道行高的阿飘 基本那就相当于提前对修了 某一天当地最大的富商人老爷 突然找到九叔 说想把老父亲的坟墓起棺千葬 这个要求呢 九叔原本是想拒绝的 因为仙人入土之后啊 如果没有什么重大变故 最好是不要轻易遣坟 所谓一斗不如一进 何况任老爷已经下葬二十年了 尸身早已经腐烂 实在不适合起棺千葬 不过任老爷呢 却坚持要这么做 按他所说 老太爷现在埋葬的这块墓穴呢 是个上好的蜻蜓点水穴 当年的风水先生就跟他说过 仙人下葬二十年后啊 一定要起棺千葬 否则就会有大灾 这个漂亮的姑娘叫仁丁丁 是任老爷的女儿 刚从省城上完学回来 民国时期啊 西方文化大量的传入国内 所以丁丁无论是打扮还是贪图 都很时尚 看得文才眼睛都直了啊 而九叔和文才这师徒俩呢 对于西方文化则是一窍不通了 看服务员上了一杯咖啡 给一杯牛奶 也不知道怎么喝 于是乎 丁丁就使了个小手段 戏弄了一下这些师徒 先喝一口咖啡 再喝一口牛奶 哪有这么玩的嘛 不过这也不要紧 九叔啊 不是小毒机场的人 发现被戏弄呢 也不生计 毕竟任老爷在当地是德高望重 又是自己的雇主啊 而且丁丁是小姑娘嘛 长辈肯定不会跟他计较啦 三天之后 九叔带人和任老爷 一起来到了山上的墓地 为了保证现场的安全 丁丁的大表哥 也是当地警队大队长威哥啊 还带了一票人来保护任老爷和丁丁 那其实呢 就是想和任老爷套近乎 去丁丁过门的 一到地方 九叔就感叹了 这确实是个好墓穴 老太爷当年呢 一定用的是法葬 所谓法葬 就是棺材竖着下葬 当年的风水先生说啊 这么做可以依托蜻蜓点水穴 使后人兴旺 不过呢 九叔一眼就看出来啊 任老爷这二十年来 肯定过得不如意 是吧 这块蜻蜓点水穴啊 一定是起到了反作用 他就问任老爷说 老太爷生前 是不是和风水先生 有什么过节啊 那任老爷这才告知啊 这块地原本就是风水先生的 老太爷看上之后 才威逼利诱买了下来 这块地本来是风水先生的 先不知道是个好穴 就用钱把它买下来了 只是利诱有没有威逼 我看一定是威逼 要不然他绝不会害你 那就说一听也懂了 人家被你胁迫 肯定得不到就毁掉了 所谓蜻蜓点水要雪花盖顶 让棺材头碰到水 这才叫蜻蜓点水 而老太爷的坟墓呢 全被水底封住了 根本就接触不到露水 又如何能够发挥蜻蜓点水的作用呢 他还算有良心 叫你二十年后起棺千葬 不一会儿老太爷的棺材被挖了出来 但是就在准备开关的时候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周边的飞鸟纷纷散去 仿佛是感受到了什么异常的情况 果然呐 棺材打开一看 老太爷的尸体竟然完好无损 而且浑身散发着黑气 是吧 哪有尸体入土二十年还不腐烂的呢 明显是僵而不化 插一句啊 有没有观众知道老太爷是谁饰演的呢 可以打在弹幕上啊 哎呀 老子哥 你怎么这样啊 那任老爷一看不对劲啊 就想把尸体重新埋入这块蜻蜓垫水穴 但是九叔说了 墓穴一开 风水穴尾就会转移 这块宝地已经废了 现在老太爷的尸身明显有问题啊 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火化 防止它变成僵尸 那任老爷一看事态严重 当即安排人火化尸体 而僵尸先生的故事也到此结束 那是不可能的 我提 就得火化 火化 不行 先父生前最怕的就是火 我不能这样做 任老爷是个孝子啊 无论如何也不同意火化 没有办法 九叔只能先把尸体抬到一桩 再抽空啊 寻找其他的墓军安葬 走之前 九叔就让文才和秋生 给墓地的所有奋斗都上炷香 以观察人家的运势 每个奋斗都要上香啊 文才是老老实实的上香啊 秋生这个小子呢 看到一座孤分之主 才二十岁就故事了 就在上香的时候呢 替他说了句惋惜的话 结果 谢谢 嗯 谢谢你 大白天的火箭鬼了 赶紧跑啊 文才这个时候呢 也说发现了不对劲 原来啊 是上在老大爷坟头上的那炷香 烧成了两短一长 所谓人最怕三长两短 香最计两短一长 这么看来 千分一世啊 一定会给人家带来血光之灾 而九叔之所以要把老太爷的尸体搬回来啊 也是料到了这一点啊 在想办法防止意外的发生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尸体二十年僵而不化 很容易就会变成僵尸 可关于僵尸出现的根本原因呢 九叔其实也不太懂 因为他入道几十年呢 也没有见过真正的僵尸 是吧 毛山道法虽然记载了对付僵尸的办法 但是对于僵尸形成的原因记载的也不详细 最后呢 也只能解释成是人死后多一口气 而不断气导致的 再打开棺材一看呢 老太爷的尸体进一步僵化 连指甲都长出来了 九叔赶紧让徒弟准备了黄指 红笔 黑墨 菜刀和桃木剑 随后呢 又献杀了一只大公鸡 以毛山道法 将糯米 鸡血 或以黑墨 练成了某种特殊的墨斗汁 弹在棺材上面 哦 九叔把棺材摊上木斗汁啊 是为了防止僵尸破棍而出 至于老太爷的尸身 会不会变成僵尸呢 他也不确定 现在啊 只能按照最坏的结果来应对 结果文才这个家伙摊完啊 刚把棺材看得到的地方摊上木质 就跑出去和秋生玩了 却没想到棺材底部 他们给漏了 那这还不要紧 玩到一半呢 秋生就不小心拿扫帚 抡了九叔一脑袋 吓得秋生八对就跑 那文才就说了 这么晚了还回家 小心碰到阿飘哦 喂 别走了 这么晚容易见鬼啊 哎呀 现在这种情形 我情愿见到鬼 也不要见到师父 年轻人嚣张跋扈 怎么着师父还能比阿飘还吓人吧 不过话说回来啊 这荒郊野岭的走夜路 就真不怕阿飘请你喝茶吗 哎 说什么来什么 秋生走到半路上 旁边真的来了一个女阿飘 此人 而不此鬼 正是白天秋生上江的那一个 名叫小玉 好 家伙小玉看秋生长得英俊帅气 还给他上香 当场就迷上他了 所以大半夜打扮成了新娘的样子 乘着几个阿飘抬着的花轿 半路上引导的秋生 还一屁股坐人家车上了 我们同学可能会纳闷 车上坐了个人 秋生能感觉不到吗 哎 得坐个人 他才能感觉得到 是吧 阿飘又不是人 是没有重量的 除非他现行 否则光明人眼 是看不到他的意义 不过好在秋生的运气够好 经过一个路障的时候呢 女阿飘一下撞到了树上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秋生已经走远了 而与此同时 一桩的老太爷呢 也正是化为僵尸 好在棺材上的墨斗线起到了作用 这才没有让他第一时间跑出来 到了第二天 九叔总算是找到了一处好木屑 于是呢 就带着两个徒弟 去人老爷家商量下葬的事情 那文才就很喜欢婷婷啊 就趁师傅上楼谈事情的时候呢 和婷婷打个招呼 一边的阿飞见状 赶紧冲过来 说你们靠近我表妹想干嘛 赶紧走开 不然我扁你 哎呀 还靠近我的表妹 你想砍油啊你 一看这个阿飞这么嚣张 秋生和文才相视一笑 悄悄的拔下了阿飞的一根头发 然后走到屋外 卷到一张腹里面跟吞下去 我们等下可能会纳闷 这是要干嘛呀 哎 这是毛山倒数中的一个整人之法 只要吞下包着别人头发的符咒 再稍加施法 就可以操纵对方的身体 啊 你这个阿飞不是很嚣张吗 不是喜欢婷婷吗 好 先赏你几个耳光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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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还没完 看阿飞和婷婷走这么近啊 文才转头又开始脱衣服 搞得阿飞啊 也开始当着婷婷的面 不由自主地脱了起来 脱到最后连屁股都 表姨父 我想喝茶 再到了晚上呢 大事不妙啊 一桩的僵尸找到了棺材的破绽 直接从底部没有没斗性的地方 把棺材给掀翻了 此时此刻的僵尸 已经完全褪去了凡人的模样 一脸横肉 直接跳出一桩咬死了别人家的羊 这要不要紧 也不知道是不是僵尸天生喜欢害死生前的亲人 还是僵尸保留回家的记忆什么的 总之老太爷这个僵尸逃出一桩之后啊 直奔任老爷而来 随后在任老爷的万分惊恐之下 僵尸杀害 隔天任老爷的死讯传遍了小镇的 阿飞这个不靠谱的家伙上来就说啊 任老爷是被什么武林高手用飞镖杀死的 只有九叔一眼看出来啊 是僵尸干的 果然啊 两个徒弟过来汇报 老太爷的尸体不见了 那不用说肯定是化为僵尸了 这么看来 任老爷脖子上的伤口 一定是僵尸的指甲造成的 那阿飞这个家伙一看九叔指甲很长 当场发飙 你说的我表姨副是被指甲插死的 现场所有人就你指甲最长 肯定就是凶手 兄弟们给我把他绑了 对了 我可以跟他们说几句话吗 有什么遗嘱快点说 别说我没人情味啊 那九叔倒不担心被冤枉啊 他担心的是 今天晚上会出现两个僵尸 因为任老爷啊 是直接被僵尸杀死的 尸毒攻击 如果不赶紧火化 今晚一定会失变 所以他让文才留在仁府保护鼎鼎 而秋生呢 则带上磨斗和肤指 今晚到警局啊 和自己一起除掉任老爷 同时还定住他们俩 万一遇到僵尸就屏住呼吸 这样僵尸就感知不到他们了 遇到僵尸千万憋着气 这样就没事了 憋着气啊 哦 师傅 那我准备什么东西 继续磨斗黄服全都带 那为什么要在警局除掉事变的人老爷呢 哎 因为阿飞这个家伙啊 根本就不相信有什么僵尸 所以呢 就把任老爷的尸体也带回警局了 到了晚上阿飞狠狠地叫醒了一顿九叔 逼他忍罪 那九叔肯定不认了 是吧 赶紧把我放了 不然咱们都得完蛋 阿飞不信呢 老家伙还敢威胁我是吧 给你一晚上时间考虑 明天再不认罪 直接枪毙 表姨父 我一定会替你报仇的 你安息吧 等阿飞离开之后 秋生拿着工具悄悄地走了过来 但是下一秒 人老爷真的失变了 直接站起来开始自由活动 那九叔赶紧写了一张符啊 让秋生贴在人老爷脑门上 说这样可以镇住僵尸 可是变成僵尸的人老爷 力气相当大 秋生跟他硬钢根本就打不过的 索性秋生身手不错啊 一番灵活走位 总算是把符贴了上去 但是听到动静的阿飞呢 又过来作妖了 看到秋生过来捣乱呢 就让小弟把院子门锁好 谁叫都不准开门 然后拿着枪 一脸奸相地把秋生逮了出来 还把人老爷头上的符给拿了下来 结果 早跟你说了有僵尸 你还不信 现在玩奴的了吧 秋生连开几枪啊 都没能把人老爷打死 阿飞还想开门跑路 但是小弟根本不听他的 开门啊 开门啊 任何人叫门我都不会开的 哎呀我是你们队长 阿飞啊快开门啊 好在秋生机灵啊 一把又将黄斧贴在了人老爷头上 可是阿飞这个家伙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一口气呢 又把符给吹走了 那没有办法赶紧憋气啊 果然一憋气 僵尸就找不到他们了 但憋气是真难受啊 九叔受不了了 就往阿飞的嘎吱窝一掐 先让阿飞把僵尸引开 然后师徒俩拿起木头剑 把人老爷放倒 再用陶母剑僵尸击杀之后 燃服烧尸 或不单行啊 在文才这一边呢 他在半夜保护婷婷的时候 果然碰到了僵尸 这货弄死了人老爷啊 又想弄死婷婷 好家伙专条家人下手啊 文才想起了师父那道憋气大法啊 就和婷婷躲进了衣柜 但是这招治标不治本的 两人憋了半天 还是被僵尸一顿胖揍 文才啊 甚至被僵尸抓伤了手臂 得归九叔和秋生及时赶到啊 利用木斗剑把僵尸打伤 紧接着阿威让小弟火力全开 把僵尸打成了筛子 和僵尸的第一次交手算是小胜 但是九叔明白啊 光凭木斗剑和子弹 是打不死僵尸的 人老爷那种被感染的小僵尸呢 可以用陶母剑杀死 但是这种诗话二十年才成型的大家伙 还得想其他办法 至于文才呢 被僵尸抓伤啊 得赶紧治 要不然也会变异 而治疗尸毒最好的方法 就是用糯米 要在床上撒上生糯米 再喝糯米粥 总之啊 要从里到外的 用大量的糯米来淡化尸毒 一听说糯米可以预防僵尸啊 阿威那帮人光速抢过了周边乡镇的糯米 米铺老板担心糯米不过卖 就在秋生买的糯米里面掺杂了很多粘米 这一来文才喝的糯米粥就没什么效果了 这还没完 还记得上次缠上秋生的那个女阿飘小玉吗 她在某个晚上啊 又找了过来 这一次小玉直接现身 故意调戏一个打更的大爷 你快调戏我 好啊 我们坐下慢慢抬啊 那大爷跟我一样是个正解人啊 坚决不从 结果小玉直接是法 把大叔吸了过来 然后大喊非礼啊 那这一赶爆棚的秋生肯定要打爆不平了 上去就把无辜的大爷给揍了一顿 然后送小玉回家 接下来的剧情 大家也该想得到了 是吧 孤男寡女共处一事 来 让我看看 到了第二天 秋生软手软脚的回到了道观 什么也不干 倒头就睡 那九叔这种道行高深的人呢 一眼就看出来 秋生是碰到了脏东西 是吧 二十来岁的小伙子 八成是碰到了桃花鬼 于是乎 秋生趁着秋生睡着的时候 在他身上画了一道符 然后在晚上穿上道袍 悄悄的跟在他身后 看看究竟是什么情况 果然呢 两人一拥抱 秋生身上的符咒 就把小玉给打伤了 可是秋生这个傻小子 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当场就把符咒给擦了 九叔一看不是办法 果断拿出通信剑 用八卦锦开光 而一边的小玉看九叔来了 就先把秋生给明晕 然后献出真身的 和九叔打了起来 但是九叔可不是等闲之辈啊 几招下来 就把小玉的真身破了 结果小玉转头呢 就把秋生叫了起来 对他施以换术 把九叔看成了阿威 九叔拿出符咒 要帮他解咒 他以为是阿威拿钞票贿赂他 九叔要收了小玉呢 他又以为是阿威在强暴他 秋生本来就看这个 嚣张跋扈的大队长不顺眼 上去就把他揍了一顿 结果就是 这对师徒在误会之中 是互相痛扁 打的是鼻青脸肿啊 直到最后小玉逃走了 秋生中的幻术啊 财产解除 而原本亮堂的房子呢 也瞬间变成了一间荒宅 两个徒弟 一个中尸毒 一个被鬼迷 九叔是真想把他们俩都给剁了 但是生气归生气啊 毕竟是自己徒弟 年轻人哪有不犯错的呢 那个女阿飘 晚上肯定还会来找秋生 索性啊 今晚就准备好家伙证 彻底把他给收了 到了晚上 九叔把秋生用红绳绑了起来 自己呢 拿着桃木剑和罗盘 严阵以待 没过一会儿 小玉呼唤秋生的声音 开始在院子里出现了 好在九叔手拿罗盘呢 瞬间锁定了小玉的位置 拿着桃木剑就刺了过来 而屋里的秋生死心不改啊 还想着出去见小玉一面 却不想屋里的文才 因为这几天喝了不纯的诺米粥 试图愈发严重 已经开始失化了 秋生被吓得奋起反抗啊 但身上被绑着绳子 根本对付不了文才 屋外的小玉一看秋生有难 立马冲你来救人 完了拉起秋生就要跑 九叔一看文才失变了 也管不了那么多 先把他倒扣在鼓里面 然后脱下倒跑 以雷霆盖顶之势 瞬间降服了小玉 徒弟帮小玉求情 九叔也是无可奈何啊 只能告诉他 人鬼殊途 如果你继续和秋生在一起 迟早会把他害死 至于怎么处置小玉呢 九叔把桃木剑教诡了秋生 让他自己做决定 同时又暗自提防 有什么不对 第一时间出手杀鬼 好在小玉的确没有害求生的意思 在看了他最后一眼之后呢 无奈的离开了导馆 至于文才呢 发现糯米不对劲之后啊 九叔就重新买了一件 几天下来 总算是把石化一半的文才 给揪了回来 但是老太爷在当晚 又开始出来作妖了 直接咬死了镇上的一个人 不仅如此啊 还精准找到了 躲在九叔家的婷婷 一番激战之下 又把文才打晕了过去 以往胆小懦弱的阿威 看表妹有危险呢 超级大棒就抡过去 老僵尸就是老僵尸啊 九叔和秋生赶到的时候呢 也打不过他 普通拳脚伤不到僵尸不说 就连关公大刀啊 也破不了防 几招下来 九叔也被僵尸抓伤 关键时刻四目道长赶到 遥控手下的行尸帮忙解围 但是这也没用 行尸怎么可能是僵尸的对手呢 九叔秋生加上四目道长 三个修道之人一起上 也困不住他 我们等就可能会纳闷啊 墨斗线呢 哎 墨斗线虽然能够震慑僵尸啊 但是造成不了致命伤 只能拖延他的行动 那脑袋机灵的四目道长 眼看打下去必死无疑啊 索劲趁着九叔牵制僵尸的时候 把屋顶的油灯放了下来 改用火攻 这招果然作效 僵尸一碰到火啊 立马失去了反抗力 九叔他们趁机在火上浇油啊 进一步的加大了火势 终于啊 把这个沉浸的僵尸给消灭了 而电影僵尸先生的故事呢 也到此结束 僵尸题材的电影其实很早就有了 僵尸这个传说中的怪物呢 更是古代就有传闻的 不过真正在大荧幕上 把僵尸意思玩到极致的 还得是这部僵尸先生 有的同学可能会说啊 不是红金宝1980年主演的鬼打鬼吗 鬼打鬼啊 主要带火的是灵幻片 或者准确一点讲 是灵幻功夫片 僵尸啊 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据听说僵尸先生 请了很多专业人士过来指导 所以里面的不少内容呢 是可圈可点的 当然啊 我也不是专业人士 没法对他们的专业性做出点评 但是在电影效果上啊 我必须要说一句 僵尸先生真的是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啊 影片的三段高潮戏份 分别是对付尸便的人老爷 抓女阿飘和结鬼的僵尸大战 对于女阿飘那段呢 基本就是根据传统鬼故事来描写的 漂亮的女鬼 帅气的男主 最后人鬼殊途 只留下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 而僵尸的戏份 则主要侧重于打戏 电影中的僵尸不怕刀枪 不怕拳脚 怕黄斧 磨斗 糯米 还有团不剑 不过没想到 打到最后啊 消灭僵尸的还是火攻 是吧 铺垫了半天的 原来高端的僵尸 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消灭方式 不过这个设定呢 也情有可原 因为电影中的九叔 大概率是没见过僵尸的 比如这段镜头 九叔还需要看这本 好像叫《茅山治邪秘本》的书啊 来寻找对付僵尸的办法 而且对于僵尸形成的原因呢 九叔也只是说 是因为人死后多一口气导致的 这个说法呢就非常的模糊 不知道是对是错 事实上 不管是电影还是民间故事 对于僵尸形成的原因啊 从来就没有一个统一论调 当然听故事嘛 大家图一个账呢就行 不用刨根问底 毕竟僵尸只是一个虚构的怪物 何况现在都是火葬了 不可能再有这玩意出现了 就算有也不用怕 火焰喷射器分分钟给大家演示一下 什么叫物理驱魔 林正英本来是洪家办的骨干成员 凭借此片之后呢 就成为了僵尸题材的代表人物 往后面林正英还拍摄了很多灵幻题材的电影 大多数也都是捉鬼 除妖斩僵尸的道家高人 比较经典的呢 还有灵幻先生啊 一枚道人啊 以及现代灵幻题材的驱魔警察 但是我个人觉得比较可惜的是啊 这些灵幻题材的电影 大多数啊 都没有把故事串起来 形成一个系列 他们的结尾呢 也都是采用一种消灭僵尸之后的一个 戛然而止的结尾 让人意犹未尽 我刚才提到的那几部电影啊 每一部都是单独的故事 和我前面讲的《赌神》系列就不一样 这个遗憾呢 在1995年亚世出品的《僵尸道长》得到了弥补 喜欢林正英的人 绝不可错过这部电视剧啊 我估计大家啊 在看完电影之外 很想知道的是 这个世界上有没有阿飘 那不只是大家 老外啊 同样有这个疑虑 很巧的是呢 在对于灵魂这个词的理解上啊 东西方有着惊人的遗志 是吧 双方都认为啊 人在过世之后会以灵魂的形式继续存在 所以好莱坞也有很多抓阿飘的电影 甚至很多会打着根据真实事件改变的切合来进行宣传 比如说1973年上映的《驱魔人》 和2013年上映的《招魂》 包括我最近在看的一本抓阿飘的小说 名字就不低了啊 也是自称啊 根据真实事件改变的 其实呢 这些号称是专业人士写的书里面 也有很多矛盾之处 逻辑上的漏洞很多 这些书或者电影啊 一开始看着很给力 后面呢就越看越扯淡了 但是有一说一啊 单从故事角度来看 写的是真精彩 大半夜窝在飞窝里看真的很刺激啊 不过 看归看 大家不要信 对于传统文化里面提到的东西呢 保持敬畏之心即可 对于传统文化里面提到的那个